我们放下外面 这个放下是一句佛号把它控制住 念佛功夫在哪里看呢 念头才一起 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这叫真念佛 我们见色闻身 顺自己意思的会起贪心 起欢喜心 阿弥陀佛把这个心压下去 这贪心不行 不顺自己意思 惩慧 动惩慧 阿弥陀佛把惩慧压下去 总而言之 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我们的心摆平 喜怒哀乐都把它压下去 喜怒哀乐全是烦恼 全是习气 这叫功夫 那我们平常念佛的人很糟糕 一面念佛一面打往下 这个这个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叫不会念 所以这常识中文常讲你会吗 念佛也是如此 你会吗 那会呀 是一句佛号把自己这个起心动念完全摆平了 这叫会念的 这个是有功夫啊 念到一段时期 大概一般的时候三年 你看我们往生转身 很多念佛三年往生 所以我觉得是三年 三年到五年是一个阶段 一个世界 你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 你阿弥陀佛 你就把它压下去 这样做个三五年呢 你那个忘念就不起来了 不是忘念没有了 是你这个功夫把它压住了 把它控制住了 这叫代业往生 有这样的功夫 你求愿往生净土 没有不成功的 那决定的是 而且功夫好的呢 就可以生死自在 你看很多人的时候 他想提早走 还有受命的时候 他不要了 我现在就想走 他争取得了 功夫成片的也有九品 上三品就能够生死自在 想走就走 想住就住 那如果这个世界上 我再想住多住几年 不该死 那寿命到了也可以不该死 但是那个去留 不是自己的意思 是什么缘分 那就不是业力了 月力 我为什么还要多住几年呢 这边还有很多有缘的人 有缘的人 我也要帮助他 我们到极乐世界 多带几个人去 带得越多越好 所以这叫缘 不是自己去不成 自己随时可以去 可以多住一些时间呢 去帮助有缘人 这个有缘人 这个有缘人就是对你 他能信 他有信心 他有愿力 他很能够接受你的教导 这就叫有缘人 缘没有了 就是这个世界 纵然跟你认识的人很多 没人相信你 没人听你 那这就没有缘 没有缘那就赶紧走 有缘就应当夺住 这个是慈悲嘛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这个要知道 所以念佛呢 最要紧的 不欢迎 不夹杂 不间断 那真的是万修万人修 我们念佛 现在的时候 我们这三庄都有问题 常常念着念着 不晓得有念头跑到哪里去了 这个就是这些简短 念佛的时候 还夹杂着忘念 还有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架杂在里面 这个不情境 甚至于对西方极乐世界 半信半疑 到底有没有 为什么我念了这么久 佛也没见到 所以都发生怀疑了 这就成了障碍 这样呢 不能说没有好处 好处是 跟西方极乐世界 结了个善缘 这一生不能成就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 过去生中 无量界都是念佛人 为什么没能往生呢 就犯这个毛病 现在还犯这个毛病 那这一生又不能往生 这一生要搞清楚了 我这些毛病 我要把它解掉 解除 那你这一生就能往生 所以什么时候往生 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自己比别人清楚 下面第七个问题是 美容破坏自然生态 如垫鼻梁 去掉可否恢复 与改造命运有无关系 美容后 就证的方法很难 美容确实破坏自然生态 你这个相貌是父母身的 这是自然的 你要去破坏自己的面容 没有好处 绝对有后遗症 那么我们在澳洲 有一位义工统修 他现在就是感觉非常痛苦 他是在避养 二十年前做的这个手术 现在是苦不开眼 很痛苦 这个是最好是要小心 不要干这个傻死 那么你真正想美容 佛法里面讲 又求必应 没有做不到的 佛教你怎么求呢 佛告诉你 见随心转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身体 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境界 所以身体的容貌 身体的健康 与你的念头都有关系 你如果心善 念善 言语善 行为善 你的容貌就变好了 向随心转 世间看相算命都一样 向随心转 心好 想就好 心好 身体好 心好 命运就好 都是从心在转 一切法 从心想身 这个我们要记住 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常常都常常听到 可是怎么呢 进阶一线前忘掉了 还是随自己的烦恼去转 这就很苦了 所以一定要常常记住 一切法 从心想身 你真正懂得这句话了 那你就可以 主宰自己的命 主宰自己的身心健康 主宰自己的容貌 思想 思想 第八 恋爱对象 因生意等原因 离开后能否回来 怎样做才能顺其自然 你真的顺其自然 你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你问这个问题 你不懂得顺其自然 你恋爱的人走了就好了 走了就走了 后必再去想他 你真的想他就不自然了 所以应当 我们以爱人之心 人家能够过得更幸福 更美满 那就更好 应当祝福他 不要再去找人麻烦 我是大概在 二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 住在凤凰城 那是个很热的地方 在凤凰城 我们韩馆长 他那个小儿子